你是谁 你在寻找谁 告诉我你们的故事 让我来帮你找到他 让千千万万的人来帮你找到他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 等着我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金石园九夜独家冠名的公益栏目 叫等着我 等着我很温暖 虽然有时候哭的现场 但是终究是帮了他们的忙了 即使没有找到亲人 在这个平台上发布一下消息 我们特别坚信 有人说七个人知道一件事 然后就很快误化了 我们相信我们不是七个人 你想想一张嘴变成上千万的嘴 人们相互传播 然后这个推动的力量 帮助的力量就特别大 我们坚信 跟我们一块加油 等着我 欢迎我们的这位求助者上场 欢迎我们的这位求助者上场 我叫邱金龙 来自安徽苏州 今年28岁 在我4岁的时候 我妈妈我弟弟 我们三个就被拐了 今天来这里 就想帮我妈妈完成一个心愿 送妈妈回家 林大姐你好 握手 握手哈 手冰凉的 紧张 有点紧张 紧张哈 告诉大家你求助什么 我来到这里就是想帮我妈妈找家 是一个什么样的家 妈妈是在20多年前 20多年前和我还有我弟弟 我们三个一起就被拐卖了 妈妈你弟弟 三个人一块被拐卖了 对对对 这么多年嘛 我妈妈就是好像是因为 被家家里那个思念思念 好像就大脑受了点刺激 现在有点记忆太好 我就感觉这两年特别严重 妈妈的这个 现在的记忆力 就对她当时被拐的那个情况 能记着吗 大概记得一点 大概记得就是很多细节 她就忘了差不多了 妈妈被拐的时候你多大了 我好像三岁多 两四岁不到 那你应该不记得 我什么也不知道 这是妈妈的心愿 要找到她的家 我就是帮她完成她的心愿 你自己来找 还是和妈妈一起 我今天把妈妈也带来了 我先上来就是 给大家解释一下 在这里给大家多抱怀 先表演你啊 好孩子 有的时候帮助妈妈的心愿 比帮助自己其实还重要 妈妈多大岁数了 妈妈今天53岁 53 还很年轻啊 妈妈领上来 好好 53岁还没有我大妹妹 我叫你妹妹行不行 行 大家鼓掌就是欢迎你 来给她看看 我知道 知道啊 我知道 他们也都特别喜欢你 我知道 想问你有什么事啊 我们能帮上你的 知道 儿子刚才跟我说啊 说那个很多年前啊 这个你们家就遭遇不幸了 你大儿子小儿子 一块被人拐走了 拐到哪了你知道吗 拐到江苏 你从前的家是哪啊 从前叫做四川 四川啊 说对了吗 四川哪啊 成都 成都啊 成都家里都有什么人呢 有姐姐 姐姐 姐姐比你大几岁 不清 不清楚 叫什么 善明秀 叫明秀 善明秀 善明秀 那你叫什么 我要善明慧 善明慧 明秀 明慧 还有别人吗 家里 有哥哥 哥哥 哥哥叫什么 哥哥要善明栋 善明栋 还有弟弟妹妹吗 没有 没有了 爸爸妈妈在吗 就是了 那刚才你儿子说你要找家 找就是找姐姐哥哥 找他们 你想他们了 想他们了 多少年没见了 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了 你找他们干嘛 想他们 想他们 想回家 想回家 想回娘家 想回娘家 四川老家你还记得你最愿意吃的什么吗 不过 竹笋 竹笋 那我要去四川 你要找到四川老家 你请我吃什么 你应该吃什么 请你吃什么 我爱吃什么 我爱吃那个麻辣火锅 也有啊 是吧 是 还有个泽尔根 有啊 还有什么瓷巴 有啊 泡菜 有啊 都有啊 都有啊 那这得 请我得花好多钱吧 不花钱 不花钱 那上哪吃啊 我姐姐家吃 姐姐家吃 哦 很清楚 我问问你啊 嗯 就当年你那么大人了 怎么能被人拐 因为小孩被拐 可以 他不懂事 低流着就走 那你这么大 你是怎么被拐的 我是 泽子拐的 那人说什么 你就跟着走了 他说 你也跟你说 衣服你穿不完 就这样说 其他的被说啥 哦 给你找个地方 衣服穿不完 你那时候特别爱穿漂亮衣服 嗯 那时候你多大 那二十七 二十七 这个事情 他现在就是记忆不太好 嗯 你问他 问他不清楚 嗯 我跟他 以前的时候跟他聊过 记起的事 好像就是四川那边 过不下去了 就带我们两个兄弟 两个离家出走 出去赌气几天 赌气几天 看你这个 看你就是 看你爸爸会怎么样 会不会找他们 谁知道 从那个走到 去那个 我们那个家里面 那个街上 就碰见那个人贩子了 碰见人贩子了 就说 给他找个婆家 就吃香的喝辣的 对你孩子还好 嗯 他一说到这 他就说 只要对孩子好 怎么样都行 哦 后来就 把他送到县城 县城上了火车 上了火车 然后就到了江苏那边 江苏那边上了火车 下了火车 他不愿意走了 不愿意走了 然后就下了火车 下了火车以后 在那边又找了一个人家 那个人家那边 当时说 家庭不怎么好 没说好像那边 对他也不好 对我们也不好 就在那边过了几天 然后他就又 好像又被拐了 那个人贩子好像 就说就会再找一个婆家 送到我们 这个现在安徽 苏州这个家 这个就介绍我爸 现在 现在我这个爸爸 现在的爸爸 认识 一直生活到现在 你什么时候开始想起 要找你姐姐 找你家里人 过去 我是想妈妈 想妈妈 想爸爸 想爸爸 就说我想爸爸 我想回去见 看爸爸 看妈妈 我就哭了 我想我的爸爸 我就哭了 我想我的爸爸 我就哭了 对 特别能理解 来 给姐姐拿个凳子坐着 来 你不哭 你不哭 你哭 不给你招了 对不哭 好 来 儿子坐那 不哭 再哭 就对 找不着了 就 其实他们单纯的 就是想 春卫 就是想 满足妈妈的愿望 其实妈妈的妈妈 就姥姥 姥爷都不在了 首先我觉得 我特别感动的是 这位儿子 因为他能够这么样的 把母亲带过来 去实现自己母亲的 一个愿望 而且呢 能够对于公众告诉说 我母亲碰到过什么 我们家碰到过什么 我觉得他就是为了一个字 孝顺 更准确说 他是为了顺 他是顺着他母亲的意愿 去帮他承接他母亲 希望当中的这些东西 妹妹 你想找你姐姐 找哥哥 这可以理解 但找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 都不在了 你还找吗 要找就是想看飞幕 想上坟上 给磕个头 对爸爸妈妈印象很深吧 是 爸爸对你好 还妈妈对你好 爸爸妈妈也同情我 都对你好啊 这父母肯定不在了 你都知道了 知道了 然后就想通过哥哥姐姐 对 一块上坟上 给父母烧个香 是的 想哥哥想姐姐 想孩子 这是你的心愿吧 是 你出来找 你现在这个老头知道吗 知道 就是他支持我们出来找的 你怎么样 都要去找一趟 因为二十多年了 只有这一个二十多年 再没有下一个二十多年 不好说 有没有下一个二十多年 再等了 我妈说实话 现在她记忆力 越来越越越来越差 越来衰退就厉害 这几年特别厉害 我都不敢再等了 再等到最后 把我也给忘了 这是一个希望之门 按照你们的求助 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 谢谢 如果找到了 你觉得你母亲 你觉得你母亲能承受得了吧 没事的 应该是很高兴的事 应该她很会很高兴 是吧 你说要是找不到 又不会像刚才那样 找不到 我们就再继续找 慢慢找 到找到为止 好 我们看看这个希望之门 为人寻找 为爱坚持 请开门 金龙 金龙 妈妈 我要告诉你们的是 是一个好消息 就在刚刚 在我们节目录制的过程中 我们的寻人组 刚刚确认了一个寻找的结果 妈妈的老家找到了 谢谢 谢谢 而且 妈妈的哥哥 姐姐都健在 我把地址抄下来了 林龙 你可以带妈妈回家了 谢谢 谢谢 苏东 苏东 来我问一下你 也就是说 咱们帮他们找到他们家了 刚刚确认的 刚刚确认 就是说现在 从那个四川到这来都来不及 咱们可以继续帮他们 让他们过去到四川去见老家的人 那我替他们申请一份路费吧 你看这路费不多 但他们拿不起 就送他们过去 谢谢 这算是一个好消息 他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的哥哥 姐姐 姐姐 全都找到了 刚刚通的电话 现在就把地址拿了 路费给你们拿上了 明天就上四川 上你老家 去找你哥哥 找你姐姐 他们领着你 给你爹 给你妈 上坟去 大儿子也在 多好的消息 多好的消息 对 哥哥 姐姐 大儿子都在 我就想我的妈 我想妈 想孩子 能见着 能见着 书都说了 能见着 哥哥 姐姐都能见着 想我的朋友 我想我的妈 我一想弟弟 我就想我的父母 真是 哥哥 那些电话 都在我 你发现了 对 好了 再顾不让上四川了 对 我们把地址掏出来 看一眼 四川省一定是 新年县 大雪山 这两家乡村 安下土 他说 一直在成都 成都 成都哪里去找 对呀 这家里摆着宴席 等着你们呢 给我稍点吃的回来 来 我们一起走 我们回四川 飞机才刚刚起飞 而家里人早已开始准备香腾腾的家乡菜了 热切的期盼 焦急地等待 离家二十四年 终于回家了 dizer MV 话 有 有人 有 有 上 10 厘 要 โ 它 insec 现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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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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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